大家好,我是梁医生 很多有痛经的女性每个月总有几天特别的难熬 就是来月经的时候 很多女性的痛经能严重到恶心、呕吐、下不了床、干不了任何的工作 甚至严重到晕厥这样的问题 那么今天就教给大家一个方式 怎样来自己搞定痛经 那首先第一个问题 如果你有痛经有必要去医院看一下吗 还是有必要的 因为很多人的痛经是因为一些妇科的问题导致了痛经 比如说像子宫腺肌症 像子宫内膜异胃症 像盆腔炎症 有可能会导致痛经的出现 所以说如果你从来没有查过 你又有严重的痛经 建议去查一下 第二种情况 如果你以前从来不痛经 或者有痛经但是疼得非常轻微 这一次突然下腹部出现严重的疼痛 那你要小心 有可能是其他疾病引起的 比如说像转移性的右下腹痛 有可能是蓝维炎 比如说像你有性生活史 突然出现了下腹部疼痛 出现了大汗淋漓这样的问题 你要小心 有可能是意味认身 也就是公安运的问题 需要去检查一下 但是你查完了 发现自己就是一个单纯的原发性的痛经 那有什么样的方法来搞定这个痛经呢 今天教给大家一个方式 不要光等到痛经来了去止痛 那要用这个方式来干嘛呢 预防痛经 不再发作 或者让痛经发作的程度变得更加轻微 怎么来做呢 这种方式针对呢 我们俗称的公寒的痛经 也就是寒凝包宫导致的痛经 效果是最好的 如果你的痛经呢 是小肚子特别的凉 并且呢一热腹就好 一受凉呢就会加重 有时候呢非常多的血块 并且呢平时怕冷 手脚冰凉 蛇之弹蛇太白 或者呢舌头呢是偏预暗的这样的情况 那就可以去用这个方式了 怎么做 只要学会两个穴位就可以 哪两个穴位呢 一个叫做神雀穴 一个叫做官元穴 那什么时候去做呢 你下一次来月经之前 五天左右 你就要开始去做了 用什么东西呢 用它一个爱纠盒 加上一根爱条就可以 那首先第一个穴位叫神雀 神雀在哪呢 神雀就是在我们的这个肚脐 那怎么去做 不是呢直接把爱鳩盒放在爱鳩 你要首先找一个药 叫做爱富暖宫丸 把这个药呢 岩碎了之后 放在肚脐里面放满 放满之后呢 再把这个爱鳩盒放在上面 那你可能内心会有疑问 为什么要在里面放药呢 因为肚脐是胎儿时期 与母体进行营养输送的通道 进行新陈代谢的通路 所以说呢 在肚脐下的毛细血管网呢 非常的丰富 并且这个地方呢 黏膜比较薄 药物容易渗透 并且可以直达脏腹 所以说呢 我们先放上爱富暖宫丸 一个呢 散寒温宫止痛的药物 你再放上爱鳩条 去进行爱鳩 这样的话 既有爱鳩的效果 又有药物的效果 效果会更好 那爱鳩完了怎么办 爱鳩呢 我们20分钟左右就行了 爱鳩完了 不要直接拿掉 如果你对这个药不过敏的话 你可以呢 找一个伤湿止痛膏 便宜的就行 两块钱一包的 三块钱一包那种 剪掉一块 粘在你的这个肚脐上 把这个药物固定在肚脐里面 那两到三个小时左右就可以 如果你对这个药不过敏的话 你晚上做完 第二天早晨 接下来把它给扔掉 也可以 这个方式呢 就是我们用的一种药物 其疗的方式 效果呢 非常的好 在月经前 连坐最少三次 最多五次就可以 就有效的来预防痛经的效果 除了用这个方法之外呢 我们还可以呢 去在下面呢 用这个关元穴 就在我们肚脐往下三寸 也就是一个巴掌的 这样的距离 四个指头的宽度 那你就直接买两个爱鳩盒 两根爱条 上面一个呢 爱鳩 神雀 下面呢 紧挨着爱鳩 观元穴 就可以了 那么把这两个穴位呢 月经前 就三到五次 就可以有效的预防痛经 或者呢 让痛经发作的程度 变得非常的轻微 我们除了用这个方法之外呢 还可以再多教大家一个方法 就是呢 你平时闲着没事的时候 去可以多揉一下这个穴位 这个穴位呢 叫做三阴胶穴 三阴胶在我们的内怀肩往上三寸 也就是呢 我们四个手指头并起来的这个宽度 摸一摸呢 这儿呢 前面有一根骨头 这就是颈骨 颈骨的后圆 紧贴着骨头 这就是三阴胶了 如果我们平时有痛经的话 可以在提前三到五天 就多揉这个穴位 越痛越揉 每次呢揉三到五分钟 就有非常好的来去预防痛经的作用 那如果说是痛经的时候呢 去按揉这个穴位 也有非常好的来止痛的作用 效果呢 也非常的强 就像圆弧止痛片一样 效果是非常好用的 每次呢 去按揉三到五分钟 止痛经 预防痛经 都可以去用三阴胶穴 好 大家如果用上述的这三个 三阴胶穴 大家如果用上述的方法 就可以有效的来 三阴胶穴 大部分人呢 用上述的这样的方法 就真的可以来有效预防痛经了 但是如果你的痛经非常的严重 用了这些方法 还出现严重的疼痛 那该怎么办呢 那这个时候就叫建议 你一定要去用止痛药了 但是可能大部分女性呢 有这样一个疑问 说你用止痛药 它不会有副作用吗 它不会导致依赖性吗 它不会导致你这个吃了多了 就不管用这种问题吗 其实你刚才讲到的这种依赖性 和这种吃的越来越多 越来越不管用 这样的问题 更多针对的是那种麻醉类的这种疹痛药 像什么麻菲类的 你根本不用这样的药物来治疗痛经 我们常用的治疗痛经的药呢 叫做非载体类的抗炎药 那哪个为代表呢 就是布洛芬 对乙贤 氨基分 也就是普洛西通 这样的药物来为代表 那其实呢 你平常听到了很多什么日本EV1止痛药 什么德国拜尔止痛药 它的主要成分呢 也就是布洛芬和对义性氨基分 这两种药物相比较而言 是一种非常安全的药物 我们又称它为叫做非处方药 那其实呢 很多人说这个药物再安全 它不也是要三分毒吗 那其实抛开剂量 谈毒性 都是耍流氓 这两个药物 如果你每个月只吃两到三天 按照正常的剂量来去吃 副作用微乎其微 几乎呢 比中程药的副作用 也高不到哪去 所以说呢 非常的安全 它对于肝肾的毒性 只要不是长期的吃都没什么事 一个月两到三天没问题 并且呢 它对于胃肠 虽然说有副作用 你可以饭后吃 饭后吃影响就很小了 那你可能内心还有一文说 你就算小 它不还是有副作用吗 那我想问 你如果说不吃这俩药物 疼得满地打滚 那身体中的前列腺素 对你身体就没有损害吗 你这种严重的疼痛 对你身体就没有损害吗 那它照样也是有损害的呀 所以说呢 这个药物的损害 其实还不如痛经 对你身体带来的损害大 所以说呢 你去吃是没有问题的 那吃哪种呢 我更推荐了 就是直接用布洛芬就可以了 用单方的这个布洛芬 我们常说的这个分泌德 效果就非常好 但是呢 你内心可能会说 我吃过 不管用 那为什么不管用呢 因为布洛芬这个药啊 它呢 属于叫非载体类抗炎药 主要抑制的一个东西 叫做前列腺素的合成 如果你呢 痛经 已经疼得很厉害的时候 你再吃 这个时候前列腺素 已经大量的合成了 合成出来的前列腺素 吃这个药不管用 所以说你疼起来之后 再吃这个药 效果就很差 那怎么去吃呢 如果你刚刚出现了月经的时候 还没有开始疼的时候 你就先吃上这个药 你会发现 这一次再来月经的时候 就疼得非常的轻微 它就有效的去 预制了前列腺素的合成 那么你这一次的痛经 就变得非常的轻了 所以说呢 一定要等着没疼的时候去吃 而不是呢 去等到疼得非常厉害的时候 再吃 再吃就不管用了 那其实呢 还有很多像外国的 一些什么日本的止痛药 或者德国的止痛药 那他们这些药物里面的主要有效成分 也是布罗芬 或者兑乙性胺基分 所以说呢 不要神化他们 他们里面呢 可能还会加了一些的 像丙物 咸尿啊 像安提比林啊 像奈普生啊 这样的药物 这些药物呢 它相对而言 要比布罗芬 或者兑乙性胺基分的副作用要大很多 如果你很在乎副作用的话 我就建议啊 你就单吃布罗芬 或者呢 单吃呢 兑乙性胺基分 等到没疼的时候 就赶紧吃上 来预防它出现疼痛 效果是最好的 也是最安全的 但是呢 不要两种药一块吃 两种药一块吃 同类的药物 会增加它的这个药物的毒性 就吃一种 按照正常的尽量吃 就非常的安全 最后呢 再简单来讲一讲 这个常用的中程药 如果呢 你是以这个血块过多 小腹刺痛为主的 这种瘀血性痛经 可以用这种圆弧止痛票 或者呢 用血腹逐瘀 如果你是以小腹梁为主的 这种虚寒类的痛经 可以用爱富暖空 如果你是以气血不足为主的 可以去用到八针一亩 或者呢 去用到无极白凤丸 如果呢 你是以腰吸酸软为主的 偏怕冷为主的呢 就用这个金龟肾起码 补肾阳 如果呢 你是以手心脚心发热 倒汗为主呢 那就用一点六味地黄丸 就可以了 那么大家呢 用到了这些预防痛经的 这个方法 如果痛经严重了之后呢 就在刚刚开始的时候 吃上止痛的布洛芬 或者是对于其安基芬 那么最后呢 再去辩证 用一个中程药 那么三种方法 联合使用 那么去搞定痛经 正常来说是不成问题的 好 那么今天的课程到此结束 更多健康知识 请关注良医学社 请不吝点赞 好